美国总统拜登就任首日 火速签下17道金牌 拜登经济学正式登场将牵动哪些产业 古智大爆发 AI物联网加速推进 全球产业趋势和民众生活 会带来哪些大转型 当科技走向整合 打群架才会赢 鸿海组MIH联盟切入电动车 中华电系5G广结盟的战略布局有哪些 Intel新任CEO一句话 台积电骨架掉头 台股还有哪些可用之兵 是谁在低功骨王 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老谢看世界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在这个礼拜当中最大的焦点 我们看到美国的白宫的主人换人 在川普落选之后 拜登进入白宫变成美国第46任的总统 那么他今年78岁了 等他做完已经82岁了 他会成为美国立任总统当中年纪最大的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大家高度关注 在川普下台之后 美中关系到底会出现什么的演变 我们现在观察一下在拜登宣誓就职 而川普自己用21响礼炮 到回到他的海华庄园 以后我们看到海服庄园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入主白宫立刻签署 大概有17道命令 这个是完全改变川普的政策 包括废除美墨的围墙 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同时美国重新加入MHO 这是大概大家所看到美国的大的改变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布林肯 国务卿接替蓬佩奥 他说对中国强硬是对的 那我相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 在蓬佩奥之后 美国的外交政策到底会有什么改变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听证会当中 布林肯表态他认同川普 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态度的作法 那他强调他会坚守美国 确保台湾有智慧能力的承诺 然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然后他认为如果中国又打台湾的话 那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那我想这个是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 大家高度瞩目的一个焦点 第二个人我们看到在叶伦去出任财政部长 这个时候他讲 他说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 他说他将用所有工具来抗中 这个也是在美国的内阁官员当中 另外一个强烈的表态 这当中我们最近也注意到 在这次就职典礼当中 这个我们驻美代表 这个也是他用一个官弦的 用大使的身份的肖美琴 来参加这次拜登的就职典礼 那我相信这是1979年以来 这个首一招 那我相信这个是对台美关系 带来一个更大的 这个诉求的力量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拜登的新的时代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当美国从完巴黎协定之后 我们也知道未来的力能的产业 可能会形成一个 未来宽阔的发展的天地 你看到包括太阳能 包括风电 也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当各国在碳中和做出承诺之后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未来产业发展 大家所看到一个道路 我们看到美国的道雄指数 在拜登上任的第一个教育日 上涨了257点 我现在这样的涨势 在川普的四年当中 平均年历 道雄涨了11.7% 而纳斯达克上涨24.74 这个大概是历史上 相对罕见的一个大的涨幅 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 在全球的大市值的公司 现在有一些新的变化 从苹果这个前四大改变以后 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开始有一个 除了沙地阿拉伯的 石油公司以外 苹果现在最大 第二是沙地阿拉伯的石油公司 现在的第五大是Google 然后腾讯变第六 第七变Tesla 脸书变第八 还现在到了第九名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 在未来的这个新的 力能产业当中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的 现在市场上喊价 Tesla的目标价会到1000美元 那如果到1000美元的话 大致上你可以想象得到 Tesla现在的市值将近8000亿 它会登上一兆美元以上 我相信又是一个 大的时代的旅程碑 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当全世界 大家都开始宣布燃油车 不得开上路之后 到2035年 我相信可能是一个 带来一个新的时代 从现在起跑 在未来十几年当中 力能产业会变成一个 非常重要发展的重点 郭董最近也出来讲 他说他看好台湾发展 电动车产业的能耐 那我想这个 大家最近注意到的 童子贤特别讲 他说这个2020年 这个全球电子产业的 产值6000亿美元 但是到2035年的时候 大概电动车所带来的 一个产业的这个产值 会到了6兆美元以上 那我相信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从PC的时代 进入到手机的时代 现在到电动车的时代 小英总统特别讲 台湾要打入力能供应链 我相信这是一个 产业发展 很重要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也就是说在 力电产业的路上 台湾会继续往前奔石 那我们也看到 台股呢 现在台积链到了679块 那指数不断的攀高 台湾的加钱指数到16000 我相信这是一个 台湾在整个发展上 包括加钱指数不断往上涨 台股创造的五大惊奇 就告诉大家 台湾过去有很多人 在台湾非常没有信心 但是在这一轮当中 从台积电展现出来的 国际竞争力 跟在国际上得到的评价 我相信这是一个 大家重新评价台湾的机会 也包括在最近一段时间 新台币的升值 大家一定要心中有数 台币升值是一个 长期变化的趋势 大家不要因为台币升值 而怀优上市 一定要从这个产业的转型 去创造更高产业附加价值 才能够在未来世界竞争当中 能够立足在这个世界的竞赛里面 我想这是一个 为了大家实际的注意的面向 回来之后 我们来访问的是 中华电信的郭水毅总经理 他要告诉大家 5G的时代 对台湾跟未来世界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稍会来 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看台积电现在市值 拉到17兆以后 台积电还开始 比方说它到南科 它就带动整个台南的产业的发展 这个一个新的聚落的行程 另外你看台积电 还会培养非常多的 相关的供应链 像这一次加登因为那光照合 它突然之间股价大幅上涨 然后包括无城市 相关的这种载具的设备 我看很多公司都因事而起 所以大家也在期待说 中华电信在这么大的一个情势 这么大的一个 我们现在要18千多亿了 我想中华电信在国内来讲 它是最大的电信商 这个电信商如果从这个采购的 在在地化的基础上落实 然后让它更加把下游的 这些相关设备工业 因为台湾有段时间 我们网通产业 其实被大陆的夹杀 已经到非常严重了 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像类似书邦 慢慢像有讯慢慢在转好 那我想这样一个就是说 设备供应链在地化 我们能不能有比较大的 这个能够扶持产业成型的力量 是这个社长的观察 非常犀利也非常细腻 那确实这个我们 从中华电信营运商的 电信营运商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的是整个台湾的经济 台湾经济如果更好 中华电信就有机会表现更好 那么如何去带动 整个台湾的经济更好 那刚才以网通实业为例 网通整个产业 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体系 非常的这个完整 那但是呢就是刚才提到了 缺乏一个我们这个 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商机 因此呢我们会协助 这个整个网通厂商 我们共同来协作 共同来结盟 然后呢我们会在现有的 这个营运的架构下 另外开辟一条路 那也就是刚才讲的 Open RAN的架构 我们积极在这个经济部的带动下 那么大家积极来运作 这个整个开放式架构的 这个网络的建构 那如果这个部分呢 越早成型 那我们期待是两三年后 看看能不能这个运作出一个局面出来 其实你如果从中华电信的相关的 这种子公司 你可以慢慢它的铺陈 其实越来越深广 除了你看 我们现在看到中华经测 股价又上千了嘛 然后回头看秦威 这个众多的公司 其实它表现都非常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中华治安 大概在今年很可能 它也会分割出来 在新贵挂牌 我想大家都觉得中华电信 在治安这一块 一定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些 中华电信的多角化的 触角延伸出来 这个未来的布局 大概会有什么一个心态 是 谢谢社长 这是非常好的议题 那刚才提到 我们中华电信要 这个一起来带动 这个整个国内的经济发展 事实上我们希望扮演的是 一个enable的角色 也就是说我们来赋能给大家 也就是说我们在5G AIoT的环境下 中华电信扮演的是 这个背后支撑者的角色 然后让大家能够上国际舞台 那这过程当中呢 除了我们中华电信 自己建构的能力以外 我们也这个跟大家广结盟 刚才讲的国际的厂商 国内的优质的网通厂商 国内优质的新创的伙伴 这些都是我们广结盟的对象 那您刚刚提到的 我们这个像包括中华经测 也是在这个 在这个整个5G的供应力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呢它这个 随着这个5G的发展呢 它的股价又重新回到来到千元以上 那我们事实上来讲 在美中这个贸易的角力之下 还有香港国安法的议题之下 那我们另外一家这个子公司 四方电讯 四方电讯